在现代社会,我们的生活节奏都很快,每个人下班都是各回各家,社交活动很简单,最多也就和几个朋友同事聚餐吃火锅,很少人会和以前的朋友联络感情。 每次离家前,父母都会叮嘱我们,要和同事搞好关系,要和房东打好关系,当我们独立生活的时候,却并没有听老一辈的社交方式,那样传统的社交方式,在年轻人里也越来越少了,直到我看到了肖战,他在最匆忙的圈子里,做了一个很传统的人,如梦之梦已经开办了三场。 在这座城市里,我们看到了肖战精湛的表演功底,也围观了一次肖战的交际方式,肖战真的很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。 第一,肖战不同于其他的演员,一部戏拍完之后,同组演员就很少见面。 肖战的几场话剧,不仅邀请了陈情令剧组,甚至把狼殿下剧组也请来了,这种面对面的相处方式,显得更加真诚。 虽然现在的网络很发达,按按手机就能联系上别人,但是,人情味是网络替代不了的。 第二,肖战虽然已经是顶流,按道理,他也不需要为了利益,放低自己的姿态。 肖战只是纯粹觉得朋友很重要,他愿意花时间去维护这些友谊,是一个很纯粹的人。